大家好 歡迎收看KLFGYM 今天我們特意上來Guinness 和Janice和Kristin 去講一些關於營養的知識給大家聽 今天上來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一些突破平台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有看過我們的話 其實一直減肥或想改變身形 都不外乎是熱量赤字 又或者是熱量盈餘 吃多一點 但很多時候他們一開始會想減 未必是減鋪田 雖然會減碳水減肥 一直等自己有一個進步 但當去到某些時候 他們發覺只減 都會出現平台期 令到他們無法繼續減下去 但在這些時候 上兩次可能都和你們做一些訪談 聽過你們會有一些做法 就是說當他們突破一些平台 突破不了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建議他們 吃多一點的碳水 去繼續的過程 其實這是一個甚麼玩法 甚麼原理 又有甚麼要分享多一些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 一開始就做了一個很大的熱量赤字 其實如果第一步是做這件事 其實是很有效的 因為身體基本上是一個 減少了熱量攝取的狀況 又可能做多了運動 其實熱量的消耗又多了的話 其實減得很快 但很可惜就是 如果這個時間太長的話 其實你的身體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怪怪的 做甚麼又要做那麼多運動 有那麼多輸出 但吃那麼少的東西 就像人們去打仗 饑荒一樣 所以就啟動了 所謂的生活模式 就是求生模式 無論是你再做多少事 其實它都會卡在那裡 為了保住你的命的狀況 所以變相 它很快一開始就會落榜 但下落下 你就會發現很快亦都停了 但又說 那好吧 我也會吃多一點東西 如果可能有太高資 也是over了那個碳水量 又變成會反彈 所以其實加多少 這是一個非常個人 以及要看狀況的一個分量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你們是遇過 是這樣的 都會有很大的反應出現 都曾經有一個朋友 即他可能是一開始減的時候 其實他本身已經做了很多運動 如果以他一個男士來說 其實可能他下午的碳水量 真的半碗飯都沒有 一開始就會以為一定減得很好 但真的可能過了大概兩個月 三個月 一點起色都沒有 是他做多少運動都好 都完全沒有改變過 即是肌肉量有沒有增加 脂肪又沒有減 然後其實基本上 措施都是希望他吃夠他要的碳水的來源 再配合他本身的訓練量 其實現在都調得非常好 其實暫時又要再減少 又要再增加一點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有沒有在你這個案子裡 你幫他調整了 我先解釋碳水 有沒有調整了多少 我想他 一開始我想他應該是在吃 約100克也沒有 100克 100克也沒有 但他是一位男士 是的 之後我設定給他 好像是去到200多300 因為其實他的運動量 但我沒有記得他在泰拳一開始 是的 一開始是在打拳 他也想去增加肌肉量 他就拿了我的提示 就加入了健身 就是去找訓練 之後現在也不錯 因為一開始可能我記得 他是30多%體肢男士 是39 是的 你記得 我記得 我現在已經到二至頭 是的 因為他真的比較大重量 所以需要的時間也要多一點 是的 那是否他 譬如他一加碳水後 那個時期是有沒有經歷了 一個星期我看到 還是我一加完之後 可能幾多天呢 或第二天我已經有一個效果 看到他大概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我們是每兩個星期 才見一次 你會是客人 而期間當中 每一天的溝通 最主要是看看他能夠不夠 所以就這樣兩個星期去看 其實他的回路速度已經非常快 是的 因為以前他扣食去做減重 始終會很害怕碳水 但其實因為如果你扣了那麼多 即是那麼久 一吃碳水會儲存 即是一刻的碳水 大概儲存3克的水 所以開始會重一點 是很正常的事情 喝多點水 照常常訓練就OK了 之後就會落得很快 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他始終在過程中 心理壓力的調整 是的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總之減肥就是要減碳水 不可以吃那麼多 所以其實對於朋友 即是大家本身扣碳水來講 你突然叫他加那麼多 其實他會很害怕 是的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給他多一點信心 是的 就是跟他說 你是值得吃那麼多 是的 最重要是他遇到你們 他覺得值得信任 是的 他就會相信 好 今天這個題目 就很感謝Guinness 跟我們分享 我們來到這裡 想跟大家說回 現在開始 我們KOFGym 跟Guinness 就已經一起合作了 有一個package 是包括有健身教練服務 也都有營養師服務 去幫大家做一個 增肌減肢的過程 我們分別有一個月的package 以及三個月的package 如果大家朋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的 Description那裡 看看 是的 一個官網 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這個計劃是怎樣進行的 我們下次再見 好 拜拜